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风实现 近年来中欧关系的基本面 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双方对彼此认知的差距 可以说是越来越大 中国想要与欧盟坚持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称合作大于竞争 共识大于分歧 但是这一立场遭到欧盟的拒绝 与此同时 欧盟将印度、非洲和拉丁美洲 列为下一代战略伙伴关系的对象 排除了中国 欧盟的态度转变可以理解 因为中国正在变得更加强大 影响力也更大 而欧洲则感觉自己正在衰落 中国领先的欧洲问题专家 前外交官崔洪健 近日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的时候 深入探讨了中欧关系的变化态势 以及川普强势回归之后 中国和欧盟面临的最坏情况 他表示 欧洲一直对竞争力感到担心 过去他们担心的是美国和日本 但是近年来 他们开始担心中国 认为中国的风险正在变大 崔洪健表示 想要与欧洲交好 北京就需要改善和更新 对欧洲的认识 不能够停留在过去 过去中国只注重经济层面的交流 而忽视了安全、地缘政治方面的交流 事实上 中欧之间没有历史遗留问题 也没有地缘政治冲突 不需要动用军事手段来解决领土冲突 这是制定双边关系的两个很好的前提 但是这两个前提近年来被弱化了 现在随着川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 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复杂 崔洪健指出 中国可能会面临一场三方博弈 他认为欧盟会努力与美国找到共同点 来应对中国问题 而川普则未必会认同这种做法 一个主要的原因是 欧洲对川普的影响力很小 如果川普同时对中国和欧盟征收关税 欧盟可能会试图影响川普团队 指责中国产能过剩 将目标转移到中国的身上 但是由于川普对美国进口欧洲的汽车也表示不满 这举措可能不会那么奏效 欧盟目前正在做的是与川普团队保持积极的接触 崔洪健表示 欧盟期待川普团队同意通过谈判 来解决关税问题 但是如果川普坚持征收关税 那么欧盟就会仅靠川普 这将是一场双输的游戏 最终受益的可能会是中国 崔洪健说 当前中美欧三国关系 并不像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 有人认为 如果川普对欧洲不好 欧洲可能会向中国靠拢 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他分析认为 尽管欧盟目前的能力有限 但是他最终的目标并不是在中美之间摇摆不定 而是想要找到自己的底线 做到战略自主 过去 欧盟的实力是建立在与其他国家的协调之上的 比如说在能源上与俄罗斯协调 在经济上与中国协调 在安全上与美国协调 概括起来说就是全球资源的多元化 但是如今 这些都不再靠谱 与川普第一任期的情况相比 欧盟现在面临更多的弱点 那么面对这一形势的变化 中国应该怎么做呢 崔洪健表示 中国必须做好应对川普第二任期内 可能出现最坏情况的准备 中欧双方在川普上任初期 都会密切关注对方的行动 比如说中国计划如何应对川普关税 和如何进行反击 将是欧洲非常感兴趣的 反之 中国对欧洲也是 崔洪健指出 中欧之间或许有合作的领域 但是认为欧洲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是非常不现实的 同时不考虑中国的影响 来评估美欧关系也是不现实的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是中国与西方关系最好的时候 但是从2008年开始 西方的心态开始转变 认为中国有咄咄逼人 和不安规矩办事的迹象 2016年中国拒绝接受海洋法庭 对南海问题的裁决进一步改变了欧盟 对中国的看法 认为中国不仅拒绝现有的秩序 还试图按照自己的规则建立秩序 但是欧盟对华政策的杠杆非常少 台湾问题被欧盟视为为数不多 遏制中国的重要手段 于是欧洲大国增加了在敏感海域的存在 比如说增加通过台湾海峡的海军数量 这两年我们一会儿可以看到法国护卫舰穿过台湾海峡 一会儿又看到德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 在中国看来 欧盟的这种行动是在维护航行自由 和施加外交压力之间的边缘游戏 美国也试图将台湾打造成为 制衡中国的东方乌克兰 川普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何种政策 也将会影响欧洲的态度 因此崔宏健指出 面对这种局面习近平可能需要重新考虑政策 比如说澄清并且增加一个中国原则的具体要求 与欧洲同行讨论并且明确 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允许做 不能够还是只是空谈 必须落到实处 否则一个中国原则就会不断被掏空 而展望未来 崔宏健认为 中国需要根据各国的不同需求 寻找合作领域 但是矛盾的是 中国在一个问题上与一个国家合作 但是在另外一个领域 却可能在与这个国家竞争 以法国为例 中法两国加强了战略合作 但是在电动汽车领域却存在矛盾 欧盟还考虑调整对中国三重定位的权重 也就是 是合作伙伴竞争对手 还是制度对手 各占多少比例 过去他们对三大定位的权重 往往是差不多的 但是实际情况是 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关系当中 各国之间必然会更多的面临竞争和对抗 而不是合作 比如说在全球气候问题上 宏观层面上 全球必须合作 但是落实到具体行动上 各国又在工业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比如说电动汽车市场 太阳能市场 欧美既想要廉价的清洁能源 又不愿意被中国占了上风 西方对中国存在负面看法 认为俄罗斯只是短期的威胁 而中国则代表着长期全面的挑战 而对于这个棘手的问题 崔洪健指出 最重要的是抓住现在的内生动力 也就是要发现 经贸往来能够给双方带来多少好处 以及这种好处在多大程度上 是不可替代的 抓住这一点 而非用单一的思路来应对台湾等复杂问题 才是最为重要的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风视线 官方数据显示 中国两年多来 没有进口过一滴伊朗石油 而彭博社最新一篇深入调查则发现 在马来西亚半岛以东40英里处 坐落着世界上最庞大的 岸船游轮聚集地 随着美国加强对伊朗的制裁 这里已经发展出规模庞大的影子产业 而中国是主要参与者 根据彭博社对卫星图像上船舶距离的分析 在这一地区发生船舶之间转运石油的频率 至少是2020年的两倍 即使是保守估计 今年前9个月 也有约3.5亿桶石油在这一地区转手 总价值保守估计超过200亿美元 实际上的价值可能要高得多 根据七位熟悉此事的业内人士透露 大多数的货物来自于伊朗 卫星图像所拍到的这些 两艘船并排的特殊形态 就是表明是在进行石油的转运 不知道大家是否能够看清楚 每一个图片当中都是两艘船并在一起 专家表示 合法运营商不需要在离海岸 这么远的地方进行转运 因为那里风险高 物流成本也高 而对于急需收入 又几度缺乏买家的伊朗石油来说 南海就是一个暗箱操作最好的地方 海上专家表示 这里有着地理优势 而且天气总体良好 并且可以在没有政府当局干预的情况下 来进行操作 这以海上枢纽直接威胁到西方国家 为遏制伊朗和摩斯科石油收入而做出的努力 也说明了制裁为何如此难以执行 川普表示 他计划在重返白宫之后 加大对伊朗的压力 但是这些在全球运输黑油的庞大网络 通常在暗中操作 美国政府曾经呼吁马来西亚当局 采取更多的措施来解决此类问题 但是收效甚微 马六甲海峡是世界上最繁忙的燃油运输要道 自从俄罗斯受到制裁以来 全球岸船运输规模急剧扩大 一些重要的海上转运点的活动激增 包括希腊海岸 以及马来西亚和印尼之间的这片狭长的水域 在这里 为伊朗服务的船队不断扩大 他们试图避开监控更为严格的港口和领海 这片南海海域距离新加坡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都足够远 邮轮可以避开这三个沿海国家的执法范围 虽然这里属于马来西亚的专属经济区 马来西亚对这区域的自然资源拥有管辖权 但是对区域的控制权有限 合法船只也可以使用这区域 但是现在这里的大部分船只都是黑船 这些船只的船龄一般有20年或者更久 而大多数合法船只在这个年龄就应该要被报废了 今年10月份 彭博社的调查记者乘坐从新加坡出发的一艘补给船 历时7个小时才抵达这片区域 可见这里离港口的距离之远 记者当时看到两艘深色的邮轮并排停泊 也就是途中这两艘 他们准备将石油从一个货船转移到另一个货船 左边黑色的这艘船是有21年船龄的泰坦号 它满载着原油 悬挂着喀麦隆国旗 已知它曾经运输过伊朗的石油 并且泰坦号在航运界声名狼藉 2023年在一次重大的调查中 它被发现存在20多项缺陷 涉及救生艇和消防安全 文件和环境污染等领域 因此被扣留 它也没有保险公司 也没有已知的实际受益人 其注册所有者的唯一联系方式 是一个塞什尔的邮政形象地址 而右边这艘蓝色的船则叫做永望号 它往返于中国的山东省和南海之间 对这两艘船行驶记录的审查显示 9月份泰坦号离开了伊朗主要的出口码头 满载石油驶向了东南亚 不久之后永望号也从中国青岛出发 10月3号泰坦号在这片海域 停靠在了永望号的旁边 在马来西亚停留之后 永望号驶向了青岛南部的董家口 这是中国私营炼油厂使用的港口 这样的事件在中国的官方数据中往往被抹去 根据中国海关数据 自2022年年中以来 中国没有从伊朗进口过一滴石油 事实上分析师和学术界的估计 以及船舶跟踪数据显示 中国实体购买了伊朗约90%的出口产品 这相当于中国石油进口量的10%左右 海上船舶之间转运石油本身并不违法 从事这种做法有正当的理由 比如说一些公司有时候会利用这种做法 来避免港口的拥堵 进入当地较前的港口 或者为了应对紧张的日程安排 但是大多数此类活动往往在港口 或者是附近的指定区域来进行 并且要提前通知当局 这是国际海事组织为了防止海上污染所要求的 因为大规模的漏油事件 可能会给依赖旅游业和渔业的沿海国家 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就在今年7月 一艘成品游游轮与一艘黑船游轮发生过一起事故 导致两艘游轮都起火 而部分烧焦的黑船被马来西亚当局扣留 但是此后被发现它驶向了中国 究竟该如何处置这些船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马来西亚积极扣押非法停泊的船只 但是由于能力不足 以及临海以外执法权受到限时的限制 他们对这一海域的监控工作越来越少 马来西亚和东南亚许多国家一样 不愿意进行道德辩论 美国财政部官员在今年5月 访问吉隆坡的时候曾经表示 伊朗运输石油的能力取决于马来西亚 并且说沿海国家应该考虑风险 然而这一信息并没有得到落实 马来西亚与伊朗关系密切 并且与中国也有着重要的贸易联系 今年早些时候 马来西亚总理否认有任何伊朗石油的转运 他当时说没有一丝证据 并且说马来西亚的监控能力也十分有限 官员和学者们一致认为 马来西亚不愿意卷入别人的战争 因此黑船舰队充分利用了这些模糊性 船只在中间人和中间人的帮助之下 运送石油转运货物 海上专家表示 想要解决这一问题 美国必须从谴责转为加大投入 通过能力建设和承担一部分的负担 来让沿海国家能够以较低的成本 轻松地完成这项工作 而不是光点名批评 只是对伊朗以及与伊朗有业务往来的国家 实施更为严厉的制裁 将会推高成本 并且也不太可能真正阻止石油流入中国 新加坡的专家则表示 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 这个依赖旅游业 海上贸易和渔业的数百万人口的地区 将只能够等待最坏的情况发生 而各个国家往往只有在发生灾难的时候 才会做出真正的反应 现在各国不应该重复这个错误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清风实现》 听中国成立以来 大部分中国领导人都希望 通过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但研究发现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儒家思想几句回归 成为治理中国的一种基石 在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日益激烈的意识形态的竞争当中 中国的古典文学成为了北京方面 巩固思想基础和治理理念的支柱 最新的重大项目之一 就是途中的这套儒葬项目 意思是儒家的宝藏 2014年 习近平成为首位 亲自支持该项目的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称赞他是 弘扬中华文明的一项 非常有意义的事业 北京要求编赚一套史上最大规模的儒家经典 该项目自2003年启动以来 已经有近500名学者参与 进行了20多年 计划于2025年完成 预计耗资1.5亿元人民币 最终将形成约10亿字的庞大藏书 这将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藏书 北京大学的副校长王博 目前负责领导这个项目 王博在今年10月还被选中 在由习近平主持的中央政治局24人学习会议上 提出了政策建议 习近平认为 儒家经典是中国挖掘自身文化的根源 可以增强民族自豪感 与此同时 为了让世界各地的公众都能看到这套书 儒葬系列也将进行数字化 不可否认儒葬项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但是分析人士认为 儒教角色正在转变 在当前中国与西方的竞争当中 他还体现了与中国文化复兴和国家安全问题 相关的更加广泛的含义 美国哲学与东亚研究教授史蒂芬安格尔表示 这一项目反映了政治动机 当儒家思想必须被视为是进步思想的时候 这就意味着它会随着社会和政治的变化而发展 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主席贝黛宁则表示 由于习近平宣称不会使用西方模式 儒家思想和共产主义出现了巨大的复兴 他认为从政治上讲 儒家思想提供了与马克思主义相辅相成的 基于价值观的合法性来源 而从心理学上讲 儒家思想解决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造成的道德真空 自2012年习近平担任国家领导人以来 文化建设一直被强调为中国国家安全的一部分 并且涵盖多个层面 2013年习近平访问了孔子的诞生地 山东区富 并且于2014年9月 在孔子诞辰2565周年之际发表了讲话 儒学的复兴在中国达到了顶峰 这是中国国家主席第一次参加 纪念孔子诞辰的庆祝活动 那一年共产党要求全国官员必须参加 孔子和其他古典哲学家的讲座 习近平也经常引用经典 人民日报在2015年和2018年 汇编的习近平讲话语录当中 儒家思想是他引用最多的哲学思想 其次则是法家思想 学者分析 儒法合一是习近平执政框架下 对道德教育和法律结构的双重强调 习近平在多次 关于依法治国和反腐败的讲话当中 都引用法家经典来为强硬的反腐行动辩护 除了经典项目之外 近年来习近平还推行了大量的中华文化项目 这些项目都突出了中国是一个具有古老地位的 全球大国的特点 新加坡东南亚研究员张德昌表示 中国的意识形态基础根植于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 但是现任领导人习近平认识到 国家本土的传统特别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性 这一过程标志着习近平要以儒家思想 作为中国持续发展和治理的指导原则 用习近平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关键方法是通过中国传统文化 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这也体现在2021年中共建党100周年之际 当时习近平提出的两个结合战略 两个结合也就是指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后来这一思想被添加到了习近平思想当中 成为了习近平政治理论的第六大支柱 自2018年以来也已经被载入了宪法 而在海外 习近平也试图扩大儒家思想影响力 与中国的威权主义形象作斗争 儒葬系列研究也邀请了一些日韩的专家来参与 旨在加强中华文明的同时 也强调与邻国的共同文化联系 但是外国专家表示 这一目标虽然合理 但是可能很难在中国的境外引起共鸣 因为当中国古典文学传播到其他的邻国时 它会被那些国家重新的诠释和改编 就像中国当年从印度吸收佛教 或者毛泽东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话一样 因此承认亚洲不同国家的儒教贡献 需要保持敏感性 以免损害这一项目的合法性 比如说 不能够为了强调中国在亚洲的政治和文化霸权 就忽视或者贬低其他国家的贡献 尽管儒教在日本和韩国仍然有影响力 但是今天儒教基本上仍然是以汉族为中心 专家表示 要在全球推广儒家思想 又不被视为是一种文化霸权 这中间必须经历一个去中国化的过程 而在亚洲以外 儒家思想越来越多的被定位为 是西方叙事的对立面 曾经在西方各个国家开花结果的孔子学院 近年来被不断的关闭 在美国境内 近100所中国孔子学院 现在几乎是全数关闭 孔子学院近年来被不少国家视为 是北京在他国实施监视以及大外宣的手段 根据美国的报告 孔子学院在2019年 在全美44周 有多达96所机构 但如今 全美孔子学院的数量仅剩下不到6所 对比先前的全盛时期 可以说是大幅缩水 川普在第一个执政时期 就祭出了多项措施打击孔子学院 在2019年国防授权法中 限制国防部对设有孔子学院的大学进行补助 美国国务院也在2020年宣布 认定孔子学院的美国中心是一个外国使团 进一步对该中心施压 不只是美国 德国教育部长去年6月 也敦促德国高等教育机构 结束与孔子学院的合作关系 认为德国的院校要以批评的眼光 重新评估与孔子学院的联系 外国专家表示 会将孔子学院与中国的国家宣传 或者文化霸权联系起来 是因为很多时候 中国文化的官方代表 并没有表现出一种文化自信 而是以一种僵硬的方式来行事 拒绝所有的质疑或者真正的对话 中国的官员们经常用简单直白的语言 表达新的意识形态 引用一些经典 然后不允许被批评 而事实上 允许对哲学进行辩论 才是实现这一现实的关键 贝丹宁表示 习近平想要真正的儒家式的软实力 需要以德治国 以身作则 改善中国的个人自由和地方的政治参与 弱化国家权力高于一切的 极权化和全面化倾向 而当中国的思想自由而有争议 不是封闭单一的时候 他对中国的繁荣才会贡献最大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 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来到六度解析 新闻背后的多维思考 带你洞悉头条背后的世界 在今日华尔街频道的六度解析中 我们将深入探究时事热点 为你揭开新闻背后的真相 在这个信息泛滥真相难觅的时代 六度解析应运而生 我运用海量数据 人工智能整合以及专家观点 层层播细每个故事 通过实施背景数据挖掘 确保你获得全面的新闻资讯 然而 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数据 更重要的是将它们串联起来 我将分析多方视角 皆是隐藏的脉络 为你提供单一媒体常常忽略的背景信息 无论是政治 经济 还是全球事物 我都将为你带来最具洞察力的分析 试想一下 拥有洞悉全局的能力 做出明智的决策 参与有意义的讨论 这就是六度解析带给你的价值 它不仅仅是新闻分析 更是一种负能的工具 加入今日华尔街的六度解析 共同探索头条背后的故事 你通往深度理解的旅程 从这里开始 不要只是阅读新闻 要解码新闻 理解新闻 活出新闻 这一切尽在六度解析 立即订阅 不错过任何真知灼见 因为了解真相 仅仅是个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